上回我分享过 我们住在焦虑星球广受好评 这本真的是好到天下出版决定 再版 不只是单纯的重复印刷而已 是从封面到内部排版 全部大改版甚至连标题都改了 新版本是 在焦虑星球上微笑 请大家认名英文原名 这是同一本书哟 不过麦特海格老师 怎么会让大家失望呢 就在今年12月份出了一本全新的 给自己一个拥抱 给希望一点时间 台湾的版本 还有给大家的一段话和签名 这个笔记我只能说 还好编辑先贴心帮我们翻成中文了 嗨 我是Neko乌喵 如果你还没按下订阅的话 快点按下订阅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Neko乌喵 欢迎回来我的说书时间 说到忧郁症患者分享自己的治疗历程 大家脑海里想到的应该都会是 台日韩那几本比较知名的书吧 不过在这方面我觉得 麦特海格老师真的是 无人能出其右的墙啊 在焦虑星球上微笑不只是写出了他自己面对焦虑的感受 同时也让读者感受到身为心理治疗师的专业和忧郁焦虑症患者的难处 连没有症状的人都可以感同身受 我推坑无数的朋友看 其中不少人的共通回馈就是 我总算能体会你们的感觉了 这也是我认为大家必须看在焦虑星球上微笑的原因 那么给自己一个拥抱给希望一点时间呢 他更专注在描述 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的过程 而且是从焦虑混乱停不下来一直往前跑的状态 到停下来问自己 我到底要跑去哪里啊 的一本书 真的要说 我还是比较喜欢焦虑星球啦 但给自己一个拥抱也有不少直接逼哭我的章节 像第16页说 你不需要一直进步才能够爱自己 爱不是那种唯有抵达目标才有资格拥有的东西 这是个充满压力的世界 请别让它压垮你对自己的疼惜 你生来就值得被爱 此刻也依然值得被爱 善待你自己 光这一句话我就哭了 总之接下来我会试着用我理解的方式 跟大家介绍贯穿这一整本书的一个最大的概念 只要持续往前走 一定可以离开这里 很久以前 作者和他的爸爸在法国的一座森林里迷路了 那是个没有手机的年代 原本只是一场单纯的早晨慢跑 突然画风变成 极地野外穷生 这时候爸爸按耐住自己的恐慌说出 只要我们持续往前走 一定可以离开这里 果然爸爸是对的 过了一阵子 他们走出了树林 回到了主要通道 在这之后 无论是实质上或比喻上的迷路 作者说 他时常会想起当时的策略 直直往前走 一定可以离开 比起兜着圈子乱跑 朝着同一个方向往前走 一定可以带着你走得更远 只需要下定决心 持续往前走 当然在森林里会害怕是一定的 引用古罗马皇帝兼斯多格派哲学家奥里略 认为 引起苦恼的不是事物本身 而是你对他的看法 而你随时有撤销看法的力量 用百话文说 当我们在森林里迷路 恐惧可能不是直接来自于森林 或在这座森林里迷路造成的 而是在森林里迷路了 这个感觉就是恐惧的源头 今天把森林换成任何词汇 可能都蛮恐惧的 像是台北地下街 或是周年庆中的信义区 这些地方我都蛮害怕的 所以恐惧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观点 而不是世界真正有了什么变化 即便外在环境没有改变 只要我们看世界的方式变了 面对恐惧可能也不需要这么害怕 就像哈姆雷特说的 世界本无好坏 全看你怎么去想 虽然这句话在作品里 并不是正面诠释啦 当时莎士比亚想要表达的是 是这位王子满怀恨意 几郎万人全世界 全世界万一几郎 但事实上呢 很多事情发生都是中立的 有立场的一直都是人 但我们明白任何一件事情 都可以从多角度去看 也不会把自己局限在某一个井底之下 就不会有无力掌控这个世界的感觉 改变思考方式是可能的 想厘清自己的思考方式有很多种方法 自言自语 与他人沟通 不断的问自己为什么 甚至写下来 可能有不少小猫知道 我目前最大的心愿 就是想处理眼上包皮 于是我在笔记本上写下 我想割双眼皮 为什么 不想看起来没精神 拍照的时候不好看 用力挑眉抬头都有皱纹了 然后我想起了真正的理由 应该是我很在乎别人的眼光 我认为靠这些外在评价 就能获得掌声 接着再继续问自己 为什么 因为我想要受欢迎 想要被爱 想要被理解 喊谅解与包容 电影里的那些漂亮女生 好像做什么都会被原谅 结论是 我一直没有感受被爱 当然你们也可以想见 这一番推论之下 我一定是哭得气不成声 书中的举例是 想要有六块腹肌 书写是一种比自言自语 更私密且直观的自我对谈方式 上一秒说过的话 还可能不记得 可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很难忘记吧 如果不是用这种方式 我可能也没有察觉自己的不安全感 原来这么的全方位 当然啦 我还是会找时间去弄眼睛 这是家族遗传的问题 然后上次外婆吓到我 我们一家人看起来都累累的 即使不排除我们家的女人都有 先天过劳症候群 也不应该天生长着一脸睡不饱的样子吧 反正 从小被笑丑笑到大 也让我的不安全感体现在外貌上 有人说 医美某种程度上是心理治疗的一种 我蛮能体会的 不过如果你是想从这些问题里 找到自己的价值 作者已经在第92页和134页给大家答案了 你不必费尽心思找到自己的价值 你不是一直需要更新的iPhone 你的价值不是一种生产力状态 不是锻炼或体态 不是某种动不动就会退步的东西 价值不是必须不停旋转的圆盘 价值就在那里 是本身就有与生俱来的 价值存在于是什么而非做什么 你的价值从来不需要有理由 你有价值不是因为你工作认真 或赚很多钱 或可以跳很高 或有六块腹肌 或你自己创业 或你很善良 或自拍很上相 或主持电视节目 或是可以坐在钢琴前不看乐谱 弹出给爱丽丝 你的价值没有原因 你的量不多不少 正好你是清满的水杯 你因为是你自己而值得 不论何时都足够 人脑很有趣 是一种无论如何都要找到 事发总有原因的器官 所以就算我在这里讲干话 你各位还是会很想好好的听下去 无论谁来说 这就没有原因啊 一时半刻应该也很难接受 可是光是存在就很有价值了 我们现在能够好好的坐在这里 有多少的随机性产生呢 可曾想过你爸妈要是没有在对的时间点遇到彼此 或是祖父母要是没有替爷爷奶奶答应那个止妇为婚 我们可能就不会相遇了不是吗 这么一想的话 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存在其实也是万中选一独一无二呢 毕竟如果当年隔壁的那只金虫稍微游快一点 我有可能就长鸡鸡了也说不一定 我知道我前面讲的有点太抽象 那我来说个书中的故事吧 你听过奈利布雷吗 他是一位本名叫做伊丽夏白珍科克伦的知名记者 1864年他在匹兹堡出生 15岁时父亲去世 只留给他和14个兄弟姐妹一笔小钱 所以15岁的他靠着还不错的文笔 勉强在报社找到一份工作 不过当时的新闻界对女性不是太友好 一周五美元的薪资 翻配到的版位也只有育儿和家室的小专栏 即便如此他还是把自己的专栏经营的有声有色 甚至到后来用调查性的方式经营自己的报道 而且也把题材导向更深的议题 例如像是离婚法律对女性的影响等等的 1887年他搬到纽约 希望可以到纽约世界报工作 那这份报纸的创办人就是鼎鼎大名的 约瑟夫普兹顿 他举办的普兹顿奖 至今仍是美国国内报纸杂志 新闻文学音乐创作等等的领域 相当具指标性的一个成就奖项 总之当年普兹顿本人 要求布雷第一篇的报道 要调查布雷克维尔道精神病院的状况 那是一间专门收容女病人的疯人院 最困难的是他必须握底采访 换言之他要装疯卖傻 不过这也难不倒布雷 虽然经历了不少折磨和前期作业 还真的被他混进去精神病院里 一到精神病院的布雷 看见地狱般的景象 病患用绳子绑在一起 病房内老鼠为患 食物饮水都遭到不行 酷刑屡见不鲜 没疯都给逼疯了 他很快注意到就算在这里 里面有一些女性看起来没有丝毫的精神异常 依然会被当作病患 而且他从入院之后的那一刻开始 就立刻表现出正常的样子 但他发现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 例如询问看护是否拿走他的笔 都会被当作发疯的证据 严重的病患甚至会故意受到挑衅 说真的 我在书上看到这个故事 脑海里面跳出阿兹卡般和催狂魔的画面 最后在纽约世界报 把食情告诉精神病院 要求院方释放布雷之前 他在那里待上整整10天 这份调查报告 丰人院卧底十日记 让美国大众对精神病院和心理疾病患者 看法大大改变 有了很大的贡献 政府甚至提高预算 促进公共慈善以及矫正部门开会 最后这间精神病院关门打击 他之后呢 又报导了许多光怪陆离的故事 甚至在1889年用了72天 完成环游世界的创举 很可惜 他在57岁的时候死于肺炎 即便如此 在他一生之中 拒绝扮演社会要他饰演的每个角色 他只用一支尖锐的笔 和一颗敏锐的心 活出他想成为的那种人 能量只要经过正确引导 用在对的地方 什么事情都做得到 欸Neko 这个故事不就是幸存者偏差吗 我不否认 她是一个很积极的女性 不愿意屈服在时代底下的励志故事 但我会把这个重点放在耐力 不雷从15岁开始就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想做什么 以及做不到什么 还有在做这件事情的当下 心无旁骛 全心全意的享受 或者全心全意的要接对方的底 励志成为不是你的人注定会失败 励志做自己吧 用自己的方式去观看 去行动 去思考 拥抱那个很你的方式 支持他 珍惜他 爱他 假如有人因此而嘲笑你 别甩他们 别人怎么看你 你无法掌控 所以别担心了 如果他们想要讨厌一个 他们在心中擅自想象出来的你 就让他们去 别用尽力气 想被那些坚持不想理解你的人理解 让自己的杯子保持在满杯 走向温暖善良的人吧 这本书给我的感觉 很像IG上的金句连发 对比焦虑星球 这本书更多那种三行结束的内容 甚至有三篇不断重复 微小却不放弃的希望 是最坚强的力量 与其说是书 更像是随手笔记 连作者自己都说 这本书乱无章法 可以随便翻开一章节就看 很多作者都喜欢这么说 但这本书真的是做到这四个字了 即便分了四大章节 好像有又好像没有特定主题 我回想自己发病的时候 真的是什么都不想吃 不想动 睡不着 无法思考 在这样子的状态下 可能这种重复的句子 也许勉强能提醒我两句吧 我对他的情绪很复杂 好的篇章真的是一秒逼哭我 但无感的篇章也不是没有 也有可能是我个人的人生 还没到那个境界吧 当年我第一手拿到焦虑星球 也是随手翻翻就搁在书架上 我想这一次给自己一个拥抱 给希望一点时间 对我来说也会是一本 常备在书架上 想到随手翻翻 有个人生导师在低谷的时候 提醒一下自己 价值不是建立在别人眼里 微小却不放弃的希望 是最坚强的力量 最后 喜欢我的影片 请用订阅代替掌声 或者在下方帮我按个喜欢 也可以把影片分享给那一个 在生活中一样很茫然焦虑的朋友 告诉他 给希望一点时间 给自己一个拥抱 心有余力 欢迎使用加入按钮 一个月75块钱支持我 在这里分享一本好事给你 我会非常感谢你的 我们下一支 说书时间再见咯 大家拜拜 我认为这本书是 非常私人的回忆和记录 真的静下来看 可能会透过他的文字 找到跟自己共鸣的经验 这样讲 不知道会不会很玄哦 但我的感受 真的就是这样